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5月3号 周五的果实大攻略 我是为国庆 这个前两天晚上 美股拉回 可是台股表现算是相对强 可是这个昨天晚上 礼拜四晚上 这个美股表现的算还不错了 这个不管是纳指或是废半的 这个涨幅相当的大 可是今天的台股 却是有点开高走低了 而且也导致很多今天本来开盘 强的股票 其实尾盘都有往回杀一些 尤其在这个电子股里面是最明显 今天盘面上反而一样就是传产 你看像这个什么营建股 像这个航空股 甚至像这个一些传产股 今天表现的还不错 另外就电子股本身来说的话 今天在被动元件 有点整体在转强 所以目前在盘面上 整个轮动的情况 这个还是非常的明显 好吧 所以第一个 今天对大盘来讲算是开高走低了 所以从下礼拜开始 第一个大盘本身怎么看 这是第一个重点 再来 在这个个股跟类股 不断的轮动的情况之下 你要怎么样去抓这个tempo 让你自己能够把这个每一个 每一个的这个强势股 这个价差能够赚得到 今天节目非常的重要 好 来我们从这个大盘开始 刚刚提到了 其实啊这个 你从这一波台股上涨以来 台股的走势其实比美股算是相对的强 可是呢这个到了昨天晚上 美股算是反弹的比较有力了 可是今天的台股呢 确实有点开高走低 而且重点是今天的高点呢 只来到这个2万500点这个附近呢 就没有再拉上去 所以这个以目前大盘本身来说呢 我只有写个1 这个位置就在差不多2,500点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地方已经呢 从这个礼拜一礼拜二 到今天已经有三天的时间呢 盘通的高点呢 都是来到这个地方 我现在写个1压力在这个地方 这个就是目前短线的压力 当然在2万500点这个地方呢 都还没有暂时没有再上去 那但是往下去呢 基本上2的地方 就是目前月线的位置所在了 所以等于说目前就这个大盘来说 已经连续三天的时间了 应该说四天的时间 这个加权跟这个台子旗 等于都在一个区间之内 来会这样做震荡 好所以从下礼拜开始 就大盘本身来说呢 这个就很简单了 第一个这个加权指数或是旗子啊 什么时候能够稳稳的收盘 以收盘来算 能够稳稳的站在这个 就是2万500点之上的话呢 那就这个继续往上 这个再去挑战前高 这是第一种走势 那再来就是说目前在短线上 1跟2之间呢 没有突破也没有跌破 那你就大盘本身呢 你就继续看区间震荡 这样就简单了 那当然了 不排除第三种状况就是 如果说你说像礼拜五的晚上 或者下礼拜如果美股又跌下去了 那造成这个加权指数呢 如果这个2就是 目前大概在这个地方 就是在2的大概在这个 240点2050这个附近 因为目前是月线 这个2就是目前月线的位置所在 那如果说这个月线这个地方呢 又被这个有效跌破的话 那你往下去的话 你就去看时日线吧 所以目前来说的话 就是这个你以这个区间的上下 来作为这个目前在 关盘的依据所在 这个来讲的话呢 这个能不能突破或是 能不能突破1或是跌破2 这是目前这个后面 你会看到的重点所在 那目前这个区间本身呢 它的高点我刚讲过了 目前的高点这个1啊 在20500点这个附近 那这个2呢 就在等于说目前的月线 在20240这个地方 这是目前的这个区间所在 是这样好吧 这样讲过清楚了 那目前时日均线呢 就在差不多2万点这个地方 所以这几个点位都还蛮好记的 这是目前这个大盘的 这个整个的波动位置 在这个地方 今天记得这里好 那除了这个大盘本身之外的话呢 不过当然了 其实以今天的盘面上来讲的话 营建股整体来说 算还是不错了 那电子股来讲的话呢 很多今天是开高走低了 但是就电子股里面来说的话呢 因为这个国具今天拉的新高 其实国具我在礼拜一 我在礼拜一的股市大功率 我还要跟你讲 我说国具马上就要创新高了 那国具一创新高的话 那当然被动元件这一块 有机会就被带上来 你看我礼拜一还在给你讲 国具有机会涨 结果国具今天马上 你看今天的国具 哇今天大涨盘中 差一点涨停板 我在礼拜一呢 我还在跟你讲 我说国具随时要过前高 讲完了之后今天就上来了 好 那被动元件在这个地方 会不会因为国具的带动 整体这个五月份以后 被动元件有没有机会上来 那是重点所在 而且被动元件有很多 很多这个低档的股票啊 有没有像这个 秦凯市已经今天也在创新会 秦凯我已经给你讲了一个礼拜了 这个是做这个导电浆的这一块 秦凯市因为他有很多这个利多 在那个地方 我之前跟你谈过了 所以他今天已经率先就上来了 但是另外呢 像很多信仓店呢 像这个其他的这些光景 这些被动元件来讲的话 都是等于说从低档刚刚上来 所以这地方来讲的话 被动元件会不会是 五月份里面比较有机会的一群 那你可以特别注意一下 好吧 那另外当然航空股 今天的这个长龙航 今天也在创新这一波的新高了 如果说你有跟上的话 我也恭喜你 好 所以今天这个针对下个礼拜以后 这个到底这个股票该怎么操作 这个微微信 我跟各位做很仔细的分析 这是第一个 但是在这个之前的话呢 我先把这个旗子的部分 跟各位谈一下 其实今天就大盘本身来讲的话 算是开高走低 而且盘中正当的幅度 还算是蛮大的对不对 那我一再讲 各位如果说本身人家说 你有你除了股票之外呢 你有在做这个期货的话 欢迎过来跟上为国庆 因为我是这个期货 就是证券跟期货的双分析师啦 所以我的会员当中呢 是很多的会员是股票跟期货 都有在做的 那我一再讲 那个除了你股票期货 都有在操作之外的话呢 如果你的资金不是很大 譬如说你一直你没有 你只有几十万 不是像那种什么几百万以上的话呢 其实利用期货 这个帮你操作 可能比做股票来讲是更有效率啦 那但是做期货 一定要有一些好的固定的方法 很多人知道做期货 这个一把刀两面光 你期货做得好 你财富要累积是很快的 但如果说你方法不对的话 那做期货那就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对不对 好 那这个因为时间关系 我跟各位谈一下 我说这个关于期货的操作 我一会请带着会员呢 其实我是有一个期货操作SOP啦 那在这个里面 其实每一天每一天 我的会员 我带着会员呢 都是用几个固定的步骤跟方法 来做期货的操作 那以今天来说的话 以今天来说呢 我们做了三笔单 为什么今天为什么做三笔单呢 有两个关键的原因 第一个我先给你谈谈 当然这个箭头啊 就是这个盘中告诉你 什么地方要去做多做空啦 这个箭头我们叫做转折指标 这个叫做箭头 叫做转折指标 这是第一个 但是呢 今天微有请我的期货的操作呢 并不是只看一个箭头的多余空 就在那边做多做空 不是 今天微有请我带着会员操作 基本上其实我带着会员操作 做期货已经做了十几年了 各位不是这一两年开始 我期货已经带会员做了十几年 那在这个这么长的过程当中呢 其实我有帮会员发展出一套 期货操作的SOP啦 就是说有一个叫做大户指标 就是说这个指标就是说盘中啊 透过这个期交所 在撮合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用公司去算 就能够算出来 就是每一天每一天 到底这些空盘者或是大户呢 到底他们在做多或是做空呢 那简单说啦 如果说大户在做空 那基本上行情一定给你往下杀啦 懂我意思啊是这样好 那而且重点是呢 利用啊 因为这是一个是箭头指标 一个是大户指标 那两个不同的指标 但如果说能够出现相同的方向 也就是说 譬如说大户在做多 而箭头有翻多 那代表说这地方呢 你应该去往多的方向操作 所以你就不用去拆过 我跟你讲很多人做期货 这个期货在做什么 这所谓在做方向对不对 就是你如何判断指数后面要涨还是要跌嘛 对不对 不过当然了你做期货 很多人你去看什么什么KTRSI 什么MACD 什么都有啦 那是一回事 但是我特别强调 就跟做股票一样 今天你做股票做期货 如果你去用那些传统的技术指标呢 不过当然技术指标是一定可以用的啦 这是没有问题 但是问题是很多的技术指标 其实有它的盲点在 譬如说你的参数用的大与小 就会影响到你这些指标 这个所产生出来的结果对不对 但是微博性基本上呢 因为我有一套方法来计算 就直接直接从其交数 在撮合的单子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可以算出来 目前这些大货直接控盘者 他们在做多或是做空 那各位我问你很简单的逻辑 如果今天大货在做多 那做期货你该做多还是该做空 对啊 那如果大货在做空呢 那你要做多还是要做空 空对不对 对啊好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逻辑 也就是说今天利用这个大货的指标 就直接可以告诉我的会员 那未来一段时间 到底这个盘会上还是会下 好 所以今天呢 这件操作 今天大货啊 在开盘的那三分之一的时间呢 基本上他们是多多空空都有在做了 所以其实今天在前一段时间的 这当时指数算是在一个高档 在那边横盘对不对 但是后来呢大货开始很明显的 大货那个做的力道 由多开始翻空做 而且后面大货那个做空的力道 绿的这一块啊 大货那个做空的力道是越来越强 越来越强越来越强 所以后面 今天的指数其实是开了走的一路杀 好那今天呢这个 我说过了我们的操作就是啊 这两个指标有相同的方向 我们就操作 所以今天在开盘的时候呢 在20557这个地方箭头有翻多 而当时的大货呢有在做多 所以我有去做了一笔多单 但是我也可以跟你讲 这第一笔多单我赔我小赔 后来呢这个多单做了以后啊 可是后来在20546这个地方呢 箭头有翻空了 那当然就在就在这个地方 大货就开始啊有翻刚好有翻空做 所以这笔空单呢我们有去做 做了以后指数啊没有马上下来 而是开始在这个地方啊 不断的反复的来回来回这样做震荡 但是啊之后啊到了差不多9点半以后啊 大货的力道开始由多 开始往空的方向做 所以呢之后指数就开始 又给你往下杀 那这个所以在20546翻空 大货在做空我们做这笔空单我开始做 做了以后这笔空单一直做到这个 20421这个地方真的有翻多 但是因为当时大货在做空 所以呢当这个箭头跟大货啊 不同箱的时候的话 我们就拿来做平仓就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这笔空单 就把它平仓掉了 不错这笔的这个已经掌握了 相当多的点位 好之后因为两个不同箱 我们就不操作了 后来一直震荡以后呢 后来在20398这个地方 箭头又翻空 大货还在做空 我们就再做了一笔空单 等于今天做了三趟单 一趟多单跟两趟空单 但是第一笔多单我还小赔呢 反正对于错我都很坦白跟你讲 那今天呢 这个两笔空单呢 这个进来的 再扣掉这一笔 多单做错的 还有将近130点 各位你知道啊 这个大台一点是200块对不对 所以说如果你是做一口大台的话呢 今天就将近2万6喔 那如果说你可以做个五口的话呢 哇今天已经十几万进到口袋去了 所以这个是关于这个期货的操作 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这个期货操作的细节啊 我有另外一个群组啊 欢迎各位来加入在这个地方 叫做期货大攻略 而一个是股票是股市大攻略 那就是期指是期货大攻略啊 就这个Futures57888 请你扫描这一个QR Code 这个那的QR Code呢 就是微微信了我的官方的群组 而且各位 因为目前这个网站上有很多人呢 很多这个 冒用我的这个人像啊 再做一些假群组 那今天这个股票的部分 股市大攻略 是这个rich57999 这是我唯一的这个股票的群组 那这个Futures57888呢 就是我的期货的群组啊 所以你做股票的话啊 这个你扫描这个QR Code 你有做期货 或者你想了解期货的话呢 请扫描这个QR Code 你就可以就自动加入我的 那个期货的群组 OK 好吧 OK 扫描够了吗 Futures57888的这个群组 OK呢 好 好 这些关系我不多讲 因为你对期货有兴趣的话呢 请你专门到这个群组去 我在那里面会对于期货 有比较深更深入的 这个讲解跟分析 好吧 但是基本上做期货 这样期货做期货 其实是有一个固定的方法 在这个地方的啊 你想了解的话 请你加入那个Futures 那个5788的那个群组 好 那回到股票来 我讲过了 其实这个 其实这个礼拜以来啊 在电子股的部分 我一再跟你讲 有一个小产业 你一定要注意 哪一个产业 这个光学供奉中的CPO 有没有 我跟你讲了一个多礼拜了吧 我一直跟你讲 这个尤其你看 当大盘在开始反弹的时候 记不记得 我在4月25号那一天呢 当天我就特别拿着讯息 我来跟你讲 我说哎 因为台积电 他最近特别讲啊 除了COVERS的 除了COVERS的封装之外的话呢 台积电也要大力的 往CPO这个方向去发展 所以CPO这一块又重新了 被大家开始去注意它了 所以当时上礼拜 我就特别跟你讲啊 我说来注意哦 这里面的话 像讯息这几支股票的话 尤其刚刚从低档 刚刚翻起来 我说赶快来赶快来 这个微微信我带着会在买这支股票 你要过来跟上 但是我不晓得 当时讯息在这个地方 你跟上了没有 结果看 到了今天 这一个多礼拜的时间 到今天 讯息拉涨停板 194创这波新高 嗯 不错吧 可是重点是 可是问题是 当时在上个礼拜 我在跟你 4月25号那天 我在跟你谈说 赶快要赶快要 哇 讯息刚好啊 这个经过一大波的整理哦 算是股价呢 刚刚从低档翻 这是一个非常 一个好 一个非常好的介入的位置 那各位 当时就在这个 当时就在啊 170这个地方 我待会员跳进去开始买 170 到今天194 各位一张就是24块钱 一张就是2万4 各位其实在 刚才在170这个附近哦 如果说你真的这个 资金稍微这个 有个几百万以上的话哦 你买个5张10张应该都很简单吧 各位你买个10张的话 到今天再涨停满 已经24万了 看到没有 盘东海在恭喜会 12.0在恭喜会 啊 涨停满恭喜哦 那各位 嗯 你去看看4月25号那一天 股市大攻略节目 你看了没有 群主你加入了没有 没有好可惜 标标准准的低档 从低档刚刚翻上来的 我一再讲嘛 我说今天啊 我从这个标股 这个强股武力里面呢 从这5个条件 帮后员去找这些 这个未来有机会大涨的股票 对不对 基本面 基本面要好 透过这些这个 条件来筛选 然后重点是股价股价 不管是突破整理区也好 从低档往上翻也好 对 4月25号 如果当天要是 你没有看股市大攻略 或是还没有加入我群主的话 好可惜 所以呢 这边我再提醒大家一下 如果你到现在还没有订阅 这个股市大攻略的话 那请你少调那个YouTube 红色的这个QR Code 那每天有空呢 把节目 当天节目一定要看一下 因为这个在节目上 我讲的嘛 不管是大盘 对大盘的分析也好 对于产业的分析也好 是对个股的分析也好 我都会啊 尽量把这个未来 有机会涨的股票 或是未来看我的产业 我都会率先跟你讲 所以各位 每天有空 大攻略节目你一定要看 另外 因为每天节目时间有限 所以呢 可能很多我准备的资料 我在节目上我讲不完 但是呢 我会放在我的群组上 所以请你一定要叫我的群组 在里面 你可以获得更多的资讯 跟很重要的一些分析 好不好 所以你看 但是25号那一天 我等于说 当时在起涨第一天 各位我问你 当天全市场上 除了我之外 还有几个人 在跟你讲说你要 然后重新开始去注意那个CPU 到了今天 涨停板创新高 各位 一张已经2万多块钱 好吧 而且 其实到了昨天 我还是 其实从三个礼拜三 礼拜四 甚至到了昨天 我都讲 在这一块里面 对不对 这几支股票 像迅芯 像光盛 像Purroway这些 他们之间 彼此互相在互相轮动在涨 昨天前天 是光盛 创新高拉涨停板 今天换到讯芯 创新高拉涨停板 所以 我说目前在CPU里面 这几支股票 彼此之间 在互相在轮动 我是不是昨天还是跟你谈 昨天刚好讯芯 短线有拉回 我跟你讲 我说这支股票 会出现轮动 果然今天就轮到讯芯 拉涨停板 好各位 在这地方 我还是跟你讲 反正这里很多的股票 只要你那个tempo 你抓得住的话 要赚钱不难 但是就怕你抓不住 或是你抓不住产业 你抓不住个股 那就过来让我帮你吧 OK好 今天除了这个CPU 继续在轮动 往上上涨之外的话 各位 今天的至上 就是这个记忆题 有没有 有讲吗 尤其在AI里面做HBM 高频关记忆题 至上今天的股价盘 继续在创这一波的新高 至上我也是一路在跟你谈 谈的这支股票 这个长线上 有它的机会存在 昨天还在跟你讲 那你要是说 这个 但是昨天没有看节目的话 你可以去昨天 就把这个古斯大攻略的节目 再调出来看一下 OK 所以今天来讲的话 在记忆体里面这一块 至上继续带领着这个记忆体 再往上创新高 因为它是三星 这个HBM三星 是亚洲这个独家代理商 所以我一直讲说 这家公司 后世很有看头 而且你看它的这个营收 有没有 我最近还在跟你讲 它的营收 3月份的营收 将近快170% 这个再创新高 而且马上 现在马上要公布 4月份的营收 我遇过它的4月份应该有很漂亮 所以在HBM这一块里面 来讲的话 这是破断 好吧 除了这些继续 破断操作的股票之外 当然今天果然 这个新闻出来了 日本春田 他就讲了 他说这个被动员间 终于看到春宴了 不管是手机 车用 各种领域都开始在复苏 他的公司的BBE ratio 第一次 两年来 第一次突破的 也代表说他接单的速度 在加快当中 所以可以摆脱3年以来的 整个产业的景气的低点 所以你看 所以今天果然国序 就一马当先 就创了这一波以来的新高 各位其实就在礼拜一 在礼拜一 我还在跟你谈 我说国序 马上就要挑战前高了 礼拜一那一天 有没有看国师大攻略 没看真的好可惜 礼拜一 我还在跟你谈 我说国序马上要开始过新高 各位其实甚至 不要说礼拜一 更早的时候 在3月27号 在什么地方 在这里 在这里 我在这个地方 我就在跟你讲 我说被动元件有机会 要开始起来了 当时在3月底的时候 我不晓得 我不晓得除了我之外 还有谁在跟你讲 国序要开始动 在这个地方 就在这一根 这就是3月27号那一天 你看到今天 找到哪里去了 但是到了今天 新闻消息面 终于有出来 anyway 反正各位 做股票这件事情 大家先肚明嘛 你永远比市场上更早能够秀出来说 哪一个产业或是哪一支股票 后面景气 这个产业本身要开始好转 你能够永远领先市场 能够先比别人更早秀得出来的话 对不对 你永远就是摆在最漂亮的位置上 后面等股价涨上去之后 等到全市场上开始在那边化修的时候 你已经是开始在赚钱的时候 所以各位来问你 这个我不晓得3月27号那一天 你看了大功率也没有 如果没有的话 我强烈建议你 说老师你有这么厉害吗 哇 这么早的时间 这里啦 我在这个地方 我已经在告诉你 被动元件要开始动了 国具随时都要开始有机会 要去开始慢慢要往上去做突破 各位看 从今天回溯到这个地方 有没有 OK吗 那我有没有算不算够早领先 再跟你提这件事情 好 所以我讲这个东西 我一直讲 一个分析师 有没有本事 但你长长久久赚钱 绝对不是今天涨什么股票 来给你喊什么股票 对我相信今天市场上 人人给你谈国具 人人给你讲被动元件 但是这个各位不要讲远 就讲最近的在礼拜一那一天 我还在跟你讲国具的时候 除了我之外 谁讲国具 是推到更早 在这个地方 我还跟你讲说 我说国具 国具 要开始注意了 因为 当时我讲是说 因为当时鸿海就 当时鸿海不是就开始 这个一波开始在动 我说来来 那要谈到这个鸿海结盟的话 我说国具才是真的龙头之一 所以我特别讲说 要开始注意 要开始注意 不单 有跟鸿海结盟 这个题材在 同时 我就讲 就被动元件本身 这个产业来讲的话 已经开始要从谷底要上来了 所以那一天就产业没有跟你讲的 非常非常的清楚 当时股价还在580 这一天是580 到了今天已经680了 各位 竹竹一转眼从前回来 一张就是10万块 一张就是100块 可是当时在580这个地方 当天节目你看了吗 当时群主你有加入吗 而且当时我讲说 如果你有个几百万 甚至上千万之间的话 赶快过来 我在这个地方 我在这边 我带你开始进去卖国具 各位580 今天680 一张100块 一张10万块 在这个地方 有没有再次印证卫国庆 能不能够领先市场 来告诉你 什么叫做好股票 对不对 一样的道理 今天迅献在拿涨停板 再创一波新高 但是真正期涨的第一天 上礼拜 我是不是又领先在告诉你说 注意喔 注意喔 CPU要开始重新要上去 好了 所以我在讲 这个欢迎你过来 早点跟上卫国庆 因为你早早跟上我 当这些股票都在低档区 别人都还不太注意的时候 在那种第一时间 我总是带着会员进去 而且各位 这股票我也没有这喔 我当然就直接开带给你 我说来 这就是低档 这就是低档 问题是你跟上的没有而已 好吧 除了这个之外的话 当然国序今天 已经开始创新高上去了 当然各位 另外 这个其实目前在被动元件里面 走得快的股票 其实都已经在创新高了 像什么育权啊 这一些秦凯 都是属于目前在被动元件里面的 都已经不断的在创破断高点的 这个股票 各位其实秦凯 因为秦凯本来在这个地方 我带着会员再买的时候 我是没有跟 当时我在买的时候 我讲说 我预告说 我说来 你还记得这个吗 我说我带着会员 我正在买一支 这个破断在起场的股票 而且重点是 这个在被动元件里面 这家公司它的未来的前景非常非常的好 但是因为当时他的会员再买 所以我说什么 不好意思 我在刚买的时候 替会员做保密 但是后来我就跟你讲 后来我就会给他 我说这支股票 就是秦凯 这个礼拜一礼拜二的时候 在这边我就跟你讲说 秦凯要上去了 各位为什么秦凯好 各位第一个 他从表面上来看到 他是做所谓的导电浆的 尤其在这个银 在银浆这一部分 因为秦凯他是在银浆 这一部分来讲的话 他算是国内这个 技术最好最先进的 各位那你要知道 为什么 另外他也 他有做这个铜的导电浆 为什么秦凯的前景好 而且你看我先讲 最难受你去看他的营收 他的营收的年增 已经维持一个很稳定的一个几十% 已经开始这样上来了 另外各位你知道 为什么 为什么未来在银浆这一块重要 各位因为你知道 不管在AI的这个伺服器 或者在未来 因为未来的这个 需要的这个导电速度 是越来越快 越来越快 而且所以呢 这个对于这个 将来对于银浆的需求 尤其在高阶产品里面 他的需求会 会变得比以前大很多 所以这是秦凯 未来的一个很好的 一个重要的一个题材 在这个地方 以及未来的前景 就是我所谈的 各位一支股票 能不能够这个大涨一波 绝对跟这个东西有关系 对其实这个导电浆里面 关于银浆这一块 未来会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产品 好 所以呢 而且因为他又跨入了 所谓的AI的领主间这一块 另外他跟太阳能 都有他都有在做了 所以他的题材其实很多 再加上我讲说你看 你看他这几个月以来 他的营收 他的年增 都是几十%这样上来 所以来讲的话 这个 不管是基本面 技术面 筹码面都有这个条件存在 所以股价但到了今天 还在创这个新高 恭喜我的贵 当时我买也是想 买进去之后 到今天 会员一张 已经赚了十几块钱 而且这个股票 其实当时买的时候 也不贵了对不对 都才这个地方 你要买个五张十张 其实这件很简单的事情 好吧 来讲的话这个 反正一句话 早早跟上就对了 好 这个琴凯 算是被动员里面 已经老早都在创新高 不过当然了 因为已经涨上去了 那如果说你喜欢 这个 要做琴凯的话 那未来该如何操作 我欢迎你过来跟上我 那另外目前在奔动员里面 其实还有很多 从低档钢翻的 像信长电 今天也是这样 用跳空的方式 可以直接跳过整理区 这个来讲的话 如果我们回归到 去书面上来讲的话 那这算是一个强势形态 又直接用跳空 过整理区 今天这个我也不遮 我直接告诉你 但是 那这个股票 再来该如何的操作 欢迎你过来跟上我 过来跟上我 或是说像光洁也是一样 都是从这个低档开始往上翻 所以目前来讲 其实被动员里面 还有很多的低价股 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还是一句话 每一次每一次 当我在第一时间 我在跟你预告 我这些股票的时候 我觉得有我的用意在 我希望你在第一时间 赶快过来跟上 跟上以后 后面波段该如何的操作 不然你就放 你就放的信 好好的跟上就对 有没有我一直谈这个东西 每次在一个重点股票 在起涨的时候 这个有些当然这个股本小 我会替后院先做一个保密 但是有些呢 我就开给你看 我就没有什么好遮的 来各位所以 带你买在七张点 然后这只股票 之后随着它的基本面 它的题材 一路这样强上去 再来波段该如何的操作 一样对 我带你波段 一直一直这样做 好吧 所以来讲的话 这都是目前这个算是在被动元件里面 一些开始上去的股票了 有没有 你看各位 刚好利用 趁着今天跟礼拜六礼拜天 打电话进来 然后来把这个手续办好 未来这些地方 还有很多的低档股票 会有机会一次一次要上来 所以跟上微博信 这个 我带你进去 把那些 未来真正 这个有机会 大档的股票 带你买在这种 这个理想的这个低档区 OK 趕快趁着这两天 打电话进来把手续办好 下礼拜一开始 很多的股票要上来了 跟上微博信 另外 如果大家现在还没加入群组的话 你记得感谢我们的OK 好 最大顺利 给大家谢谢各位